日幣持续地走贬,许多而喜爱到日本旅游的民众乐见其成 但是,你有想过为什么吗?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日币贬值的原因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次的保证程师,我是保诚 日币贬值的原因主要会归咎于其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和其他国家的紧缩政策曾鲜明对比 那日本为何在大通宏的时代能维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呢? 首先,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,导致其长达30万台费和货币紧缩 而企业不投资,家庭不消费的观念也开始人生低谷 这段期间也被称为失落的30万台 央行为了拯救通货检说也开始进出许多宽松的政策 像是福利率,量化质化宽松QQE 以及针对其调整后的殖略率曲线控制YCC 以上宽松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将通膨达到2%的目标 再来科普一下为何也特别要求通货膨胀的 通膨本应是经济成长的助力,人民愿意消费让市场需求增加 需求增加资产就会让商家愿意涨价,进而推动薪资的成长 而薪资的成长让人民更愿意加强消费,呈现一个正向的循环 我们刚提到了日本过去的经济情况 那么现在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?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,有任何问题都欢迎讲讲询问 我们下次见,拜拜!